基础设施对于促进经济发展 改善民生是不可或缺的 要想赴先修路 这些老百姓的话十分朴素 但是呢 充满道理 共建一带一路的主线 就是互联互通 要从硬连通 拓展到软连通 进而实现新联通 加快建设基础设施 这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迫切要求 也反映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愿望 这也使一带一路 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欢迎和赞赏 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的生命力所在 确实这几年 一些国家借鉴 甚至是模仿中国 也相继出台了互联互通的国际倡议 我要说的是啊 中方的一带一路 是一个开放的平台 我们欢迎各方随时加入 同时呢 我们希望其他国家的互联互通的倡议 也都能持开放的态度 不要搞封闭的小圈子 中方愿意同所有互联互通的倡议 进行对接 共同探讨 开展对发展中国家有益的合作 比如 我们可以同欧盟提出的 全球门户计划 对接 发挥各自优势 形成合力 我们共同来帮助啊 发展中国家 加快建设基础设施 有人声称 美国出台的 全球基础设施伙伴关系倡议 叫PGII吧 说这是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的 我认为啊 这种说法是把经济问题 政治化的又一个例证 即使短视的 负面的 也不会得到国际认同 不能把什么问题都政治化 不能换上政治化的狂想症 有人说彼此可以竞争 我们愿从正面的角度 来看待这个说法 当然竞争不应该是相互抵消 而应该是相互促进 我们不妨在国际上比一下 谁能为发展中国家 建设更多的公路 铁路 桥梁 谁能为低收入国家老百姓 建设更多的学校 医院 体育馆 我们有这个自信 我们也有这个底气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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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